然后过商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些情侣装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也没有买过什么情侣装 我就觉得别的情侣都可以穿情侣装 我也想穿 而且他真的 他一个季节也就那么两套衣服 几套衣服的在那里换来换去 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跟他买一些衣服了 但是我就觉得他肯定不会让我买 趁他去厕所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情侣装给买下来了 然后你知道吗 他多过分 他出厕所看到我手里面提的情侣装 他就直接把我拉过去 把那个情侣装要我退了 我当时多尴尬呀 我刚刚付完钱 他就让我退 而且我是花我自己的钱 拿跟他买的情侣装 我怎么就做得不对了呀 这是为什么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他其实我觉得他一年到头 他不知道买了多少衣服 我天换一件我觉得都可以 真的没有说夸张 就是他衣服的确挺多的 那是他的生活方式嘛 然后我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衣服也够穿 就是一个季度那么几件衣服 然后勤换洗的话 我觉得已经够了 他去买那个情侣装 我觉得他是没有必要花的钱 不是 人家就想跟你穿个情侣装 他觉得我们一定要穿那个情侣装 觉得我们才像情侣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心里知道就行 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看到的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 他希望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钱就没有必要花 不是 你是跟谁谈恋爱的 我是跟他谈的 那他的感受你一点都不顾及 你不是跟自己谈得了吗 小宝大 就是我觉得他 他就是想把他的思想 瞧瞧到我的身上 我衣服是多 但是我没有情侣装 我们是情侣 我想穿一件情侣装 怎么啦 我觉得你有时候太注重形式的 太注重别人的看法了吧 好好好 听明白了 小伙子过得比较节俭 我觉得节俭是个好事 是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过度了嘛 就比如说 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喜欢球鞋嘛 所以在过节日的时候 我就送了他一双球鞋 我觉得情侣应该互相送礼物嘛 他不送我礼物就算了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送给他一个球鞋 他当时还不收下 我就知道他不收下 我当时买了那个球鞋 我就把那个小票给扔了 他要我退了 我就说小佩已经真的退不掉了 他就很不很不领情地收下 但是那双球鞋 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他穿过 主持人是这样子 就是当时我前面也说了 就是我家一团并不是很好 就是说我从小 从来没有穿过那么好的鞋子 他当时给我买这双鞋 其实我当时有一点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这鞋子 没有必要买那么贵 一千多块钱 你买了成这样的鞋干嘛 而且我回去试那双鞋的时候 我穿着感觉有点烫脚 感觉我路都不会走 就是我确实不习惯 对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 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散开 我认识地图 第一次 因此 我认识地图 我订阅地图 在新奇事物 中复 中复